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87回 难怪兵破二人是这副表情 任谁被一名强大到根本没有办法抵挡的大敌 一连追逐了这么长时间 无论真缘和精神上 恐怕呀都会变得大感吃不消的 六一道友 你觉得这样下来我们还能坚持多久啊 兵破忽然美目一张问了一句 我也没有想到一名真仙会像一条疯狗一样 紧追我们不放 不过你放心 在灵业用完之前 他是没有办法奈何我们两个的 六一文言睁开了双目 有些狠狠的说道 那是你先前的话刺激不小 已经让他呀对你恨之入骨 这才会紧追我们不放 你知道什么呀 要不是我用言语先让你心神虚长 一开始哪有机会是这秘书拉开距离 实在不行的话 只有离开此大陆 先返回凤原再说了 我就不信 他会跟着一直追到其他大陆不成吗 六一冰冷的说道 离开血天 这倒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此人身为真仙会降临血天大陆 肯定是有什么钥匙在身 我一旦逃回凤原大陆 此人心有顾忌之下 说不定啊 不会再死追下去了 兵凤文言美目一亮 要真是如此 自然最好了 六一阴沉的点了点头 于是三个人再休息了大半天之后 不敢停留在山腹中 一下子就化为了两道惊鸿冲出的小山 继续开始逃亡之路 但是这一次呢 二人顿光刚在空中一个盘旋 突然四周波动一起 一闪浮现出了四道淡淡的人影出来 并散发出了恐怖至极的气息 六一二人一惊啊 刚即洗表顿光一脸 现出了身形 停在了高空中 向这四人打亮了过去 只见这四人呢 服饰打扮各异 两男两女 赫然都有大成的修为 四位道友何意 是特意冲在下来的吗 六一看完之后 双目一咪的贺文道 是六一道友吧 若是没错的话 我四人的确是为道友而来的 一名身穿血红长袍的青面男子 带着一丝诡异的说道 哦 你们真认得我 我自问没有在雪天得罪过哪位同期的道友吧 六一神色微微移动 但冷冰冰的说道 哎呀 道友 千万不要误会啊 这次来并非是想找道友的麻烦 而是呢 想请六一道友帮一个小忙而已 青面男子似笑非笑 绑马 有这样请人帮忙的吗 我要是不答应呢 对于原本就因为被人一直追杀而憋了一肚子闷气 现在一看到这四名血天大成来者不上的样子 当即呢 再也压不住心中的一丝暴虐 凶光一闪的喝道 若是这些人不能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 他说不定啊 真的会立刻抱起出手 反正以他的强大的顿数 就算说不敌对方四人联手 可带着冰凤逃走 那还是轻而易举的事 哎 六一道友 不用动怒 我等让道友帮的麻 不但对我等大友好处 也是在帮道友自己一个大麻啊 六一道友现在是不是一直 在被人追杀呀 轻蔑男子神色丝毫不变 反而胸有成竹地反问 哦 这话是什么意思呀 六一心中一灵 脸上浮现出了一丝争鸣 很简单的 我们要道友做的事情 就是将一直追杀你之人 引到一个特殊的地方去 只要他肯追到那里去 自然是有来无回 这是不是两立的事情呢 你们想 你们想埋伏他 六一真的是大吃一惊 不错 的确正有此意 不过要想完成此事 就需要道友二人配合一下了呀 清面男子坦然的承认到 一旁的冰凤听到这些话 也是惊讶万分呐 你知道追杀我们的人 是什么来头吗 就凭你们四个 啊 六一惊疑不定的片刻 一声冷笑 谁说参与此事的 只有我们四个了 不管这个人是什么来历 既然敢在我们血天 做下血迹亿万生灵的事情 哪怕是真仙将士 这次呀 也别想活着 离开血天大陆 清面男子 面线了一丝傲然 哈哈哈哈 好 很好 有道友这句话 放在这儿 帮忙的事情 我答应了 六一听完之后 发出了一阵大笑 并一口呢 答应了下来 清面男子 虽然说觉得六一 表现的略微有些怪异 但既然对方 一口应承下来 帮忙的事情 虽然也懒得去多想 当即袖子一扬 一块玉碱 从对面一飞而出 这里面记载了 以那凶魔所去的准确地点 只要说能把他引过去 绝对是 食死无生的下场 或相信六一道友 一定不会让我等失望 清面男子大有深意地说 放心吧 就算说是为了 我自己的小命着想 我也不会办杂此事的 六一恢复了 往常的镇定 将预点一接 冷静地回答道 很好 那我等就先驻道友 马到成功 我自然还有钥匙在身 那就先行一步 清面男子点了点头 一抱全说道 接下来波动一起 四名大成的就像来世那般 一下子从原地消失不见 六一则静静地留在原处未动 脸上满是思量的神色 六一 你真打算去做这个诱饵吗 冰凤 默然地问了一句 只要能除去这心腹大患 就算当一死诱饵又能如何 总比冒着极大的风险 跑回凤园 要更靠谱一些吧 可是对方一口气而斩杀了三名大成的情景 你又不是没有亲眼看到过 凭他们这些大成 真的能够绞杀了这位仙气疯子吗 听这话音啊 冰凤 很是疑虑 你听刚才他们说的 哪怕是真仙将士 也别想活着离开谢天大陆的话 他们既然敢放出这种大话 想来应该准备了不少后手 只是万万想不到 要对付的真是一名真仙罢了 这样也好 敢拿我当诱饵 就让他们斗个两败俱伤 六一的嘴角泛起了一丝嬉笑 若是那名仙气疯子 冲出了埋伏 怎么办 因他入套的事情 他不可能不明白的 到时候大怒之下 恐怕不会像现在这样 猫血老鼠一般的追追停停了 他一旦全力以赴 我们的情景可要比现在糟糕的多呀 冰凤思量了一下 仍然大有顾虑 此事嘛 我也想过了 就算说那疯子是真仙 但也是一名被封印了大半力量的真仙 在如此多大成出其不意的暗算下 就算他实力通天 能够杀出重围 也绝对呢 会缘起大伤 在此情形之下 他光是修养 就不知道需要花费多长时间 哪儿还在顾题上追查我们啊 所以说这一次 有心算无心之下 正是我们摆脱追杀的 绝佳的良机 就算说冒一些风险 我看也觉得值得一试啊 六翼面带一丝冷笑 这一次呢 冰凤似乎被六翼是彻底的给说服了 想了想之后 他终于点了点头 好吧 既然你也没意见 那我就先看看 他们在何地准备埋伏吧 六翼口中说着 将玉姐往额头一放 就将神念往其中移踏而去 走吧 我已经知道地点了 那位仙气疯子 想了也应该快追到这里了 当将玉姐一收而起之后 六翼毫不犹豫 并腾空一起 化为一道长虹 破空而去 冰凤叹了一口气 就地一滚 直接化为了一头 经营冰凤 尾随而去 在不知道多远的高空中 一位看似瘦弱的黑袍青年 正不紧不慢地 驾驭着一朵艳丽云团 向同一方向飞来 同一时间 站在祭坛前 刚刚施法完毕的韩丽 一下子惊喜异常地 睁开了双目 找到了 此祭坛显示了 小灵界的入口坐标所在 韩前辈 此事当真吗 旁边配合施法的诸果 而闻言顿时精神大振 不错呀 不枉我花费了这么长时间 总算是没有白忙回一场 杭丽面带微笑 说完之后 法觉一散 在戏台上空 原本漂浮的圆盘 撞得巨大的光幕 顿时一闪 是凭空消散了 韩前辈 既然知道了入口所在 我们可要现在就赶过去吗 朱古尔有些兴奋 别慌 按照血天大陆地图的显示 小灵界的入口 已经不在血天大陆了 而是在离大陆颇远的一处 海底深处 杭丽回忆了一下整个血天大陆的地图 再对比了一下新得到的坐标位置 眉头一皱 什么 在海底深处 这入口恐怕不太好寻找吧 朱古尔听了顿时一呆 放心 这次情形的我原本有所预料过的 花石 到时候你要多出一下力啊 韩里微微一笑 回头冲旁边束手而立的 花石老祖一声吩咐 还是放心 水中世界的弟子来说宛如陆地一般 寻找入口的事情 那就交给弟子来办了 花石老祖恭恭敬敬地回答 韩里听了 满意地点了点头 当即呢 体表霞光一卷 就带着其他两个人冲天而起 几个闪灯过后 就站到了巨洲上 片刻过后 黑色巨洲微微一顿 就在一声嗡鸣当中 鸡舍而走 七天之后 在某个隐秘之极的沙漠当中 一名脸戴面具的男子啊 双手倒背的 站在一座沙丘之上 冷冷的探向天空处 而在沙丘下方 却早已经 非人施法挖掘一空 数以万计的穴道精锐弟子 正密密麻麻的站在那里 却一丝声响呢 都没有发出 在众弟子站立之处 一座几乎笼罩小外沙漠的 超级法阵早已经明运完毕 里面赫然镶嵌着 数千颗极品灵石 并有一群手捧阵盘的特殊弟子 静静地盘坐在 各处镇眼的附近 而在天上 看似万里无云的高空中 另外一座 超级光阵呢 也早已准备完成 但被某种邪妙至极的 无形的禁制 遮蔽得严严实实的 在这超级光阵当中 十几名谢天大臣呢 也是老老实实的 在等待着什么 时间 一点一点的过去 沙漠中 除了阵阵卷过的热风之外 四周天空呢 依然不见有任何的益处 怎么到现在还没来呀 不会那小子 中途打得退堂鼓 在中途开溜了吧 为了防止被那凶魔发现 我们可是没有另派人手 暗中监视这两个人呢 光阵中的一名 长满红色毛发的大汉 终于有些耐不住性子 向旁边一名胖乎乎的老者 传音问了一句 这记性放弃 我们既然设了这个圈套呢 自然就有十足的把握 虽然不知道那凶魔 为什么会对这两个人紧追不舍 追杀了这么长的时间 但先前的调查显示啊 这凶魔到现在为止 可是丝毫都没有放手的意思 只要那叫六亿的凡人呢 稍微聪明一些 将凶魔引到此地 那是毫无问题的事情了 胖毛者温和的一笑 也传音回答道 听到有这么一说 那我就放心了 哎 话说回来 那凶魔真的有这般厉害吗 这一次除了我们十二名大臣之外 竟然布下了天地两极大阵 还动用了血骨门的镇宗之宝黄蜂图 如此的话 凭此宝和这天地大阵 就可将其活活的炼化了 何必再用我们出手呢 红发大汉点了点头 又有几分好奇的问道 这个 这个老夫也不太清楚了 但既然那些主事的道友 这般郑重 那肯定是有他的道理的 别的不说吧 单论这凶魔能以一己之力 同时击杀三名大臣道友 并敢肆无忌惮地血迹大陆 亿万生零 倒也有资格让我们这般对待呀 胖老者沉吟了一下说道 我还有些好奇 这人是什么来历 是从何处冒出来的呀 难道说在以前 一直在某地潜瘾苦修 还是其他界面降临的跨界的强者呢 红毛大汉若有所思又问了一句 这个嘛 倒不用多想了 不管说这个人是什么来历 做下这种天怒人怨的事情 我等几大宗门 绝不能留其存活于世间 否则的话 我等宗门的脸面还往哪放啊 又如何在这血天立足呢 胖老者一摸有些肥瘦的下巴说道 这倒也是 不过听说赫连生蒙的碧影 万古山的凌云夫人 还有骆天谷的何大先生 也被邀请观礼这次灭魔大战 他们三个若是肯出手的话 那凶魔绝对再也没有任何姓理了 红毛大汉眨巴眨巴眼睛 忽然叹息了一声说道 以这三个人的身份 怎么可能会联手对敌啊 再说有我们这些人在此 哪有他们出手的机会呢 胖老者面露一丝诡异 毛发大汉 文言点了一下头 脸上也露出了若有所思的表情 同一时间 在离沙漠不知道多远的一个巨城中 一座金灿灿高塔的大厅里 另有四名气息各异的大臣老祖正站在一起 看着中心处的一片白蒙蒙的光幕 光幕中不停变化着各种景象 赫然照应着沙漠的每一处角落 四名大臣中的一名绿袍老者赫然正式毕营 其他三人呢 则是一名身穿如袍的中年男子 一名身披五彩斑斓侠义的中年妇人 以及一名相貌堂堂 身披血色长袍的阴木大汉 四人全都默默地看着光幕中的景象 神色平静异常 丝毫没有交谈的意思 半日后 沙漠边缘处破空之声一响 一道金光一晃浮现而出 并以近似瞬移的恐怖的速度 一个闪动过后就一头冲入了沙漠之中 几乎紧跟而来的一团七色的彩云 也在天边溢下而现 并从中传出了冷冰冰的男子的声音 你这次真的激怒我了 我对这种猫捉老鼠的把技也开始厌倦了 就在今天结束这场游戏吧 环刚落 七色人团中轰鸣之声一响 竟然化为一道七色电弧 是紧追而入 二者一头一追之下 西战堂的功夫就横穿了沙漠近半的区域 来到了中心处 欲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凡人修仙传第1588回 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88回 前面金光一脸 在寒光中浮现出了一头通体雪白的八亿蜈蚣 和一名身穿银色宫装的貌美女子 巨大的蜈蚣揪地一滚之后 就化为了一名 面有金银灵纹的白袍青年 只见这青年脸色苍白一长 刚一现身的瞬间 就立刻回首向后方一望而去 只见后面虚空中一声霹雳 一道雷霆应声而现 向二人停下处击舍而来 六翼瞳孔一缩 下一世的身子一退 背后寒光一闪 八只近似透明的赤翼再次一闪而现 将再次化为巨大的蜈蚣 继续逃顿 可就在这个时候 天地间忽然轰隆之声一响 大地一颤 一股无形的犀利 从地下深处一卷而出 七色雷霆一颤之下 就被这股力量出其不意的 定在了半空中 并献出了一名 身穿黑袍的病弱青年 正是那位将士针仙 马良 下方沙漠中 密密麻麻的五颜六色的光柱 从沙里中洞穿而出 直冲九霄云外 大地晃动中 一座一眼根本就没有办法望到尽头的超级法阵 从地下徐徐冒出 里面痴痴声一响 密密麻麻的穴道弟子闪现而出 并一下子结为了一个玄妙的阵势 开始借助超级法阵之力 念念有词地催动起了手中的法器 天空中则漠然一亮 一层仿佛青纱一般无形进制一闪而灭之后 一座笼罩整个天空的巨大的光阵 顿时闪现而出 刚向下方徐徐一扬 一股惊人的波动 当即充斥了整个虚空之间 黑袍青年身处两座庞然法阵的中间处 远远看去犹如蝼蚁一般的存在 这个时候 空中光阵人眼一晃 十二名穴道大城 却从中一语而出 再一个模糊过后 一下子就出现在了黑袍青年四周处 他们群远远相隔 冷冷地打亮着不停 被钉在了半空中的黑袍青年 面对这惊人的景象呢 却丝毫惊慌都没有 而脸色阴沉异常地 扫了四周一眼 提到霞宫一卷 一声刺耳的撕裂船来身躯 就立刻恢复了正常 你们胆子不小 竟敢设套埋伏我 一下子触动了这么多的人手 看来是想让我陨落在此了呀 黑袍青年 面对天地二镇和如此多的大城 却冷笑了一声 阁下赶在本大陆血迹上亿生灵 有今天这一日 应该有几分预料了吧 一名被团团血气笼罩的大城 哼了一声说道 哼 我的确是有几分意料 却没有想到你们竟会和他们两个勾结一起 也好 这场追杀游戏原本就已经玩腻了 回头灭了你们之后 我再亲自了断他们两个 黑袍青年看了看 已经挑人朝远处退去的六亿两人一眼 淡淡的说道 好大的口气 看来他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了 行了吧 何必和这胸膊废话 动手 另外一名赤足造诣的老者 却两眼一翻 低喝了一声 话音刚落 则老袖子一斗身上清明之声一响 当即十几口血色飞剑从身上一飞而出 其他大城见此呢 也各自一撒法掘 各种宝物狂涌而出 与此同时 天空立面 两座大阵嗡嗡之声一响 无数的符文浮显而出 并徐徐的转动了起来 天空中光辖阵阵 一临过后 赫然就形成了一面遮天蔽日的巨大的光镜出来 只见此镜表面 银茫茫一片 但一声轰鸣过后 就有无数的银丝暴风骤雨一般的激势而下 地面上的法阵当中呢 则团团的白光一飘而出 将密密麻麻的人影瞬间就淹没进了其中 漠然一宁幻化成了一个巨大至极的疯子 疯子刚一成形 黑袍青年只觉得四周虚空一动 一股股法则波动 以提为中心一卷而来 黑袍青年面对此等情形 却嘴角一翘 笑了起来 下一刻 一股恐怖至极的气息 从他的身上爆发而出 同时呢 皮表一根根子心锁链 骤然之间浮现而出 猛人一闪 全都放出了四目至极的亮光 整个沙漠中心处一案 天地元气 全都漏斗一般的 往某一点处是疯狂的涌了过去 沙漠边缘处 不知道什么时候 在半空中多出了一名面具男子 正是血骨门的太上长老 萧明 他原本双手到位的站在半空中 但当一股毁天灭地般的气息 从极远处爆发而出后 脸色顿时一变 天地大阵 竟然也没有办法限制住此人 看来不动用那件宝物 还真是不行啊 修明用神念一感应远处的爆裂的波动 有些凝重地说道 话音刚落的瞬间 他一张口喷出了一个黄茫茫的卷轴出来 此卷轴在他身前滴溜溜一段 垂直地徐徐一展而开 显露出了一幅沙漠地形图 此图上沙漠的形状 赫然和眼前的沙漠呢 是一般无二 修明只是默不作声地 用手指一点眼前的地图 顿时眼前之物一颤 原本看似死无一般的画中 顿时沙漠忽悠起来一般如动了 而与此相呼应 整片沙漠在一股 异样的力量的作用之下 表面的沙力呢 已开始以某种规律疯狂的滚动而起 风起 修明手中发觉一变 冲着眼前图画再次一点跌合了一声 顿时啊 图中沙漠边缘处 一阵扭曲模糊过后 浮现出了一缕缕的淡淡的黄雾 并开始徐徐的飘动而起 同一时间 修明前方拨动一起 一团团黄茫茫的雾气 凭空浮现而出 并转瞬之间 化为了一道道冲天的气风 越来越多 并且爱排列成一行 一睹一眼没有办法望到顶部的黄茫茫的风墙 当即是幻化而成了 而同样的一幕 在整片沙漠边缘处同时涌现而出 去 修明袖子一斗 毫无犹豫地一催法绝啊 顿时所有的风墙呼啸之声大气 从四面八方朝沙漠中心处一卷而去 带起了一团团的沙雾 并且是越刮越大 从高空中往下方俯视 飞色狂风所画的风墙 已经化为了一层滚滚的黄木 将整个沙漠呢 全都笼罩在了其中 修明在远处盘膝而坐 双目徐徐一臂 手中的掐绝不放 开始默默地催动眼前的卷轴 金色高塔当中 光木中的景象也全都化为了黄茫茫的风沙 再也看不清沙漠中的任何情形了 身披五色斑斓侠依的妇人一见到此情形 眉头一皱 终于开口了 玉秀 萧明道有动用的 就是血骨门正宗之宝黄风图吧 久闻慈宝就算是在灵界玄天之宝中 也排名不低 现在一经展现 连观天境都直接的遮蔽在了其外 果然名不虚传 不过 现在就开始动用慈宝 我看是不是早了一些呀 这萧明道有太过小心了 萧道有手中之物 的确就是那大名鼎鼎的黄风图 平常此物被供奉在血骨门的祖师堂中 只有遇到强敌的时候 才会被几大长老一同请出 并交予一人来拿来应敌 其实此宝世间就已经布置好了 那凶魔所处的沙漠呀 就是此图幻化而成的 现在呢 只是将其正式激发罢了 至于你说萧道有是不是太过小心 本座倒是觉得能如此果断的催动此图 倒是一个稳妥之策 毕竟那凶魔一身神通非同小可呀 现在被天地二阵和黄风图同时困住 向来才算真正的万无一失 毕兄 你觉得呢 毕兄 脸色不太好啊 怎么 莫非有什么心事不扯吗 深逼血袍的樱幕大汉解释了两句 就忽然带着一种奇怪之色 向毕影问道 这个时候的毕影啊 双目死死的盯着眼前的光目不放 脸色呢 是出奇的难看 一听樱幕大汉之言 这才收回了目光 他勉强的一笑 没什么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 在下刚才一看到那凶魔的真容 就有一种心惊肉跳的感觉 哦 有这种事情 修为道的我等境界 对某些危险 可能会有一些感应的 何道友凌云夫人 你二人可以有相同的心头预兆啊 樱幕大汉 闻眼脸色一变 凝重的急忙向其他二人问道 其实没有 在下也没有类似的感应 不会是毕兄 感应有错了吧 如行男子呢 看了毕颖一眼 微微一笑 不管是不是感应有错 在下都不打算继续地留在这里了 老夫要马上启程回去 此战 无论最终结果如何 玉兄到时候给本盟一个消息就行了 大出其他三个人的预料啊 毕颖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 忽然说出了告辞的话 他说完这话之后 其他人脸上都是一愣 这毕颖到底是怎么了 难道说毕颖是活见了鬼了吗 毕兄此举是不是太起人忧天了呀 这要有什么危险降临 我等四人在此还能出什么事情啊 不如等此战结束之后再 樱暮大汉哈哈大笑 就要开口劝说 可就在这个时候 近前光幕中的锦架突然之间大量而起 有无数刺目的金芒洞穿风墓射出 一下子呢 就将整片的光幕全都染成了金黄之色 啊 这是 不好 关天镜要爆开了 众人当即一惊过后 樱暮大汉一声大叫啊 光幕一颤 顿时呢 就化为了一团金光针着爆裂开来 一股波动当即向四面八方一卷而散 四名大成或袖子一抖 或身前霞光一闪 就将冲到身前的阵波一卷而散了 可他们望着光幕爆裂的地方 那里和人只剩下的一面残破不全的古镜 脸色均都变得有些难看了起来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关天镜竟然会爆裂开来 玉兄 此宝是你积连过的 你应该很清楚这其中的缘故吧 林云夫人神色变了几下 忽然问道 能影响到让关天镜隔空爆裂而开 看来那边真的出了大问题了呀 樱木大汉盯着残破的古镜 脸上是阴晴不定 且有几分所达非所问的表情 此宝啊 是他花费了不少代价这才弄到手的 可以相隔亿万里外直接观察到另一个地方的情形 算是一件极其实用的异宝 没有想到的是竟然在今天就这样轻易的被毁掉了 他的心中不用问了十分的痛惜 从观天镜被毁掉的景象 外加还有天地二镇十二大城相符 竟然还没有办法控制那片的情形 那凶魔到底施展了何种神通 竟然能够强横到此种程度啊 凌云夫人呢 也是颇感奇怪 毕影这个时候 脸色是异常的阴厉 站在原处十分的沉默 他一句话也没说 没事 我先发消息过去 问萧明道友那边到底出了些什么事情 樱木大汉的终于想起了应对的办法 神色忽然放松的说道 话音刚落 他单手一翻转 手中顿时多出了一块洁白如玉的阵盘 一根手指飞快地在上面点指了几下之后 一片淡银色的文字一闪而现 又一个模糊呢 消失不见了 然后 樱木老者就双目紧盯着阵盘不放 足足一盏茶的功夫过后 阵盘上仍然丝毫反应都没有 老者的脸色也渐渐地阴沉了下来 他将手中之物一收而起 缓缓地冲其他人说道 看来真出事了 连在边缘处的萧明道友似乎都没有办法联系上了 既然这样 我们这边不得不做一些准备啊 其他道友若是落到了那凶魔的手中 他很可能会直接找到这边来的 毕竟碧影道友先前可是有过一丝预兆了 看现在的情形十有八九是应验在此魔的身上了 何大先生长吐了一口气 凝重地说道 毕竟碧影道友 到了此时 你还打算先走一步吗 鹰目大汗点了点头 回头冲毕影问道 我不打算走了 我也想明白了 要是这凶魔真是我命中结束 就算能躲得了一时 也躲不了一世 只有将此节迎头破掉 才能有一线生机 碧影的目中 寒光一闪终于下定了决心 好 虽然说此地只有我们四名大城 但是城中还有十万弟子和镇城大镇 可以供我等驱使 未必没有一战之力 那凶魔经过先前一战 想必也不可能安然无恙吧 鹰目大汗果诞异常啊 当即一拍手说道 何大先生和凌云夫人 也知道此刻 绝对不是抽身之石了 否则很可能反被盯上的强敌 各个击破 自然呢 也不会有其他的意见了 当然了 支撑四个人未曾躲避的缘由 还是他们对自己实力的自信 虽然说同为大城 他们四个人的实力之强呢 可远不是先前十二名大臣可比的 四个人联手之下 自问呢 也能轻易地将这十二名大臣灭杀戍变 于是 碧莹等人纷纷离开了大厅 开始招呼 弟子手下等一干人等忙碌 同一时间 原本沙漠处此刻彻底化为金色火焰的世界 一座座千余丈高的金色的火山 从下方拔地而起 而巨大的法阵撕裂的粉碎 并且不时地喷吐着金色的火云 在火山脚下 隐约可见一句句残缺不全的焦黑的骸骨 高空中光阵所化的巨静 此刻呢 却被一层深蓝色的寒冰封印在其中 宛若此物一般 根本没有办法动弹一下 在众多金色火山中心处 一个天丈高的金色巨人 正屹立在天地之间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凡人修仙传第1589回